1.通用武林车系介绍 2002年6月,上汽集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和柳州武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协议 成立了上汽通用武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上汽集团占有股份50.1%,通用中国占有34% 柳州武林汽车有限公司占有15.9% 主要生产武林之光、Sparker、武林阳光三个系列车型 1.武林之光 武林之光是国内第一款利用国内先进技术 并在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合资的泛亚技术中心支持下 自主开发的新款车型 是在不装配安全气浪前提下 国内第一批通过了正面碰撞成员保护试验认证的车型 充分代表了产品的先进技术 武林之光车系包括7款车型 武林之光6373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71牛米3000-3500转每分钟 排量0.97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四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武林之光6372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102牛米3000转每分钟 排量1.3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武林之光6371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83牛米3000-3500转每分钟 排量1.051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武林之光6370A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102牛米3000转每分钟 排量1.31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武林之光6363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83牛米3000-3500转每分钟 排量1.051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双骨式 武林之光6360BIL 三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55牛米3000-3500转每分钟 排量0.797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四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双骨式 武林之光6360EIL 三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71牛米3000-3500转每分钟 排量0.97升 排放符合O2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前悬架为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采用钢板弹簧 制动装置为双骨式 2. 武林阳光 武林阳光不仅具备现代感的外观 还严惩了武林之光的优良品质 特有前凸安全设计 在不加装安全气囊的情况下 也能符合国家安全碰撞法规 阳光采用多点闭环电喷系统 通过电脑精确计算进气和喷油量 在节油、启动、驾驶、环保等多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武林阳光A1.05 三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83厘米 3000至3500转每分钟 排量1.05升 排放符合OR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螺旋弹簧半独立后悬挂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武林阳光1.31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102厘米3000转每分钟 排量1.31升 排放符合OR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麦福逊式独立悬架 螺旋弹簧半独立后悬挂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骨式 三.SPARK 国产SPARK原型车为韩国大鱼马梯子 国产的SPARK改挂雪佛兰标志 整车与国外车型并无两样 雪佛兰SPARK以驾驶员和每位成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设计宗旨 安全气囊 前后两端防撞钢梁 四门防撞杆 后侧防撞钢板 高位制动灯等的配置十分充分 雪佛兰SPARK采用M-TAKER Engine发动机 在任何行驶条件下都能带来令人惊讶的动力 上海通用50热池SPARK 1.0升 四缸电喷式发动机 最大流矩为87.3牛米4200转每分钟 排量0.995升 排放符合OR标准 变速器为五速首档 麦克逊式独立悬架 连杆摆并式单独立螺旋弹簧 制动装置为前盘后股市 变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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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